大家好,欢迎来到森博士的频道 最近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担任建制和旁白电视纪录片 全球绝美国家公园 在网上非常的火爆 里面提到的国家公园横跨了五大洲 有鲜红的土壤和郁郁冲冲的热带雨林 还有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 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这里面提到的最有标志性的国家公园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自然的美丽 第一个,今天介绍的第一个 也是我感觉最值得推荐的鲁安果国家公园 鲁安果国家公园是西非国家家棚的国家公园 这里有广阔的钢果热带雨林 充斥着西树草原、原始海滩和红树林 同时和大西洋相遇 形成了独特的自然环境 这里还可以看到水牛已覆盖了海岸的青草为石 还有红核珠在海滩边上掠石 以及河马在冲浪 还有落日余晖中的海滨风光 第二个是乌九岛国立公园 乌九岛国立公园是位于日本路尔岛的一处国立公园 这里最大的魅力就是山 拥有九州最高峰公之补山以及39座海拔一千米的山峰 每年4月至6月间 乌九岛山花盛开 美丽的山巒上色彩斑斓 巨树苍天也是这里的特点之一 岛上有树林三千年以上的指纹山 也被称作乌九山 第三个是曼鲁埃尔安东尼奥国家公园 在哥斯达里加的中太平洋保护区 距离首都圣河山也不是很远 该公园以美丽的海滩和优良的气候而闻名 这里还有109种哺乳洞和148种鸟类 最有特点的是山子树兰 还有霍夫曼两子树兰披风吼吼 2011年曼鲁埃尔安东尼奥国家公园 被福布什列为世界上12个最美丽的国家公园之一 第四个是雷恩岛国家公园 雷恩岛位于澳大利亚 雷恩岛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的大宝礁外园 是一个总面积32公顷的珊瑚礁 在雷恩岛国家公园 每个产卵季节都有上千只青海龟 来到这座小岛产卵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青海龟 驻巢区 有一百多万个海龟卵产在这里的沙子里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点赞订阅和转发 我们下方评订阅和转发